随着国内疫情降温 民众出游的意愿也跟着升温 而花联糖厂日式木屋旅馆 6月份住房率突破了6成 随着暑假来临 符合政府国旅旅速补助条件的花联糖厂 也配合推出住宿优惠 游客不用出国 也能够体验浓厚的日本风情 即便国内疫情趋缓 但是花塘旅馆部人员 仍将房客缴回的钥匙清理消毒 确保安全防疫 今年上班年度疫情严峻 花联糖厂日式木屋旅馆 几波的廉价住房率都偏低 正好也让花塘修缮提升住宿环境的品质 而从6月端午廉价开始住宿旅客回潮 随着暑假脚步接近 现在花塘也配合国旅住宿1300元的不住优惠 有客民众不用出国 也能安全地体验浓厚的日本风情 这个月6月的中下旬以后 开始有肥温 有住宿 住宿的旅客就有肥温的现象 然后我们冰店那边也是游客都蛮多的 近两年来受到疫情冲击 花塘旅馆也曾走过住房仅三层的低谷 但是全力推动达到五星级旅馆 获得环保住宿 友善服务等奖项肯定的花塘 成为了花莲中南区住宿首选 尤其今年6月住房率也突破6成 原则上是每一位民众凭身份证字号 都有一次的机会 大概就是每个房间补住800块 另外加码补住500块的部分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住宿环保标章的旅馆 我们这个旅馆是同级的环保标章 所以是符合的 第二个是星级旅馆 所以我们花莲日式旅馆是三星级旅馆也符合 另外是一个是自由自行车友善住宿旅馆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打满三季 也可以补住500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打满三季 也住宿我们花莲日式旅馆的话 也可以申请到多500块的补住 成为花莲国旅旅宿首选的花塘旅馆 严谨的防疫品质 贴心的旅宿服务 使得优客回住率以及续住率都相当高 随着国内疫情趋缓 优客民众不妨利用这一波住宿优惠 入住日式木屋旅馆 放松被疫情闷坏了的身心灵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不管是玉兰光传红 是玉兰光传红